同学们大家好 上节课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一张我们要做的这个爬虫 也给大家讲解了如何去获取自己的secret值 这节课呢我们就开启这个爬虫的编写 我们来看啊 要想爬取我们的这个页面 并且获得当前每个课程学习的人数 首先呢我要去获取到这个页面上的所有的内容 所以爬虫的第一步就是 我们先把整个页面的HML的内容都爬到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桌面上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tapscript 然后去开启这个项目的编写 我用VSCode打开它 因为编写一个爬虫 不是像写几行代码这么简单 我们要安装很多的依赖包 同时呢要对TS做一些配置 所以这块呢我们可以这样做啊 在这个目录下首先我们运行 npm init-y这个命令 回车 它会在你的目录下生成一个package.json这样的文件 第二步呢 我清一下屏 再运行 tsc-init 回车 它会在我的目录下生成一个tsconfig.json这样的文件 里面呢我们可以对ts的一些无人配置做修改 写好了它之后呢我们清一下屏 我们之前ts-node这样的工具都在全局安装 那现在呢我们把它卸转一下 那现在呢我们把它卸载一下 我们npm 然后呢直接在运行相关的命令 整个项目就能跑得起来 但是如果我把它安装在全局 很有可能呢 大家把我的代码下载下来了 依赖也安装完成之后 发现你的功能跑不起来 原因就是你的全局上没有安装tsnode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就先把它卸载掉 卸载掉之后呢 我把tsnode这个依赖安装在我的package.json这个依赖之中 我运行npm install-dts-node 大d呢等于-save-dev 所以这块呢 我是把它安装在development.dvdependencies里面去 所以安装好了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package.json里面 多了一个dvdependencies 里面有一个tsnode 之后呢 我再去创建一个目录 叫做src目录 去写我的真正的代码 这里面呢 我去写一个文件 叫做crawler.ts文件 我在package.json这个文件里 回过头来 再去写一个命令 开发的命令 我们在scripts标签里面 写一个npm scripts 叫做dv 它干什么呢 它去运行ts.node 然后去执行src目下的crawler.ts文件 保存一下 我在crawler.ts里面 写一个console.log hello work 然后保存 我想测试一下 现在环境是否有问题 怎么测就可以了 我清一下评 运行npm run dv 它会报一个错误 说什么呀 如果现在没有tapscript 也就是 在这里啊 当我运行tsnode的时候 它查找tapscript有点问题 所以我只要怎么做就行了呢 之前我ts是全局安装 现在我也不全局安装了 我清一下评 我 也安装到这个工程里面 我运行npm install tapscript 我运行dv的时候 它会去执行crawler里面的ts crawler里面的ts呢 它输出的就是hello world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编写我们的代码了 首先啊 在tapscript里面 我们编写一个爬虫 我们要先创建一个爬虫的类 所以classcrawler 我们先写个这样的一个类啊 在这个类里面 我们首先要定义两个私有的全属性 第一个叫做secretk啊 secret吧 它的等于secretk 大家记得啊 你写代码的时候 这里不要填secretk 一定要填之前 你从get仓库里面 获取到的那个随机的字符串 你把这个字符串填在这里 这样的话 你才能爬取得到对应的内容 如果你不是正版用户 或者呢 你字符串呢 过期了的话 都获取不到对应的内容 所以大家记得啊 如果之前你的代码能跑 突然之间就运行不起来了 那说明啊 这个secretk实际上变化了 你到get仓库上 再重新获取一下 填到这里 整个代码就可以跑得起来了 这点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再来定义第二个私有属性 叫做 UIL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的这个网址啊 大家可以把这个网址抄过来 写在这里 当然后面呢 你就不要跟足串了 你把它写成一个足串模板的语法 你们可以写一个变量 我们跟一个secret就可以了 也就是我们要爬取的网页 地址实际上是这个UIL 对应的地址 那在这里我们再写个constructor 没问题 那在外层呢 我们创建一个curler constcurler 它写的有没有问题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我可以把它换成两行 这样大家可以看得完整一些 清一下评 我运行npm run 第一V回车 它会报一个错误啊 它说 $secret 有问题 问题在哪呢 实际上 我这是一个secret private对应的属性 那在这里呢 其实它下面也飘红了 只是我没有看清楚 这块可以加this就行了 因为它是在类里面的一个属性 不是一个变量 当然要加this 保存 我们再重新去运行一下 停下评了 constructor打印出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代码能够正确的运行 我们说首先啊 我要去获取到页面上的内容 怎么获取页面上的内容呢 我们需要通过一个superagent这样的工具 帮助我们去拿到远程的 我们这个网址上的HML的内容 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去安装一下superagent npm install superagent 刚刚save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工具 让你在node里面 也可以去发阿加克斯请求取得数据 我去import superagent from superagent 现在是可以引用的 但是它会爆一个红色的东西 说什么呀 superagent 定买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被使用 而且呢 superagent缺少类型定义文件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在这儿掉superagent 第二其他的内容 你会发现它没有任何的语法提示 为什么呀 是因为superagent 实际上它是用gs语法来写的 它并不是用type script语法来写的 而我现在的语法都是type script 如果type script去直接引这种js的语法的时候 type script并不知道你引的这个类裤 它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是什么 方法里的参数是什么 所以呢 那么我们说ts 在这儿我写一个注释 ts直接去引gs 它会有问题 它会飘红 它不知道该怎么去用它 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type script给了我们一个解决方案 也就是一个在中间构建的一个 点d.ts这样为后缀的一个 我们叫做类型定义文件 或者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翻译文件 比如说superagent是js写的 我ts不知道superagent到底怎么用 但是呢 有人提供给我们了一个翻译文件 我们只要把这个翻译文件安装上了 ts会先去读这个翻译文件 这个翻译文件会帮助ts去理解js里面的内容 这样的话ts就可以用这个js文件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我们缺什么 首先我们写的是ts的代码 我们引的superagent是js代码 现在我们少的是不是就是这个 点d.ts的这个翻译文件 那当我鼠标放到superagent上面 它会告诉我怎么去安装这个翻译文件 它说我们去安装taps superagent 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像它就是那个翻译文件 我们在这里去 npm install taps superagent 杠杠杠大地就可以 Super Agent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现在项目它就不报错了 当然这块报错 是因为我上面没写权 我把它注视掉 就不报错了 那我们其实想看看 这个翻译文件到底长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打开NPM的网站 然后去搜索刚才安装的这个Tabs Super Agent 搜一下 果然有 我们点开 然后往下去找 在Github上 它对应的代码的地址在这里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原码 你会发现它的原码里面 除了这种测试文件 包括这种Tabs的配置文件 其实它核心就是一个刚才我说的 这种Index.d.ts的 翻译文件 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文件 它里面写了些什么 它里面其实定义的是不是就是一些类型 Parser它会告诉我们 有一个Request这样的全局变量 它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接口 我们再往下翻 我们找一下Super Agent Super Agent 继承了这个Request 其实Super Agent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实际上 我们的GS文件 它里面是没有这种类型声明的 但是这个翻译文件 相当于把GS文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类型声明 都给补全了 它俩一结合 实际上就和ts文件差不多 所以ts就可以识别GS文件了 这就是.d.ts文件的一个作用 后面如果有机会 我会再给大家深入的讲解一些 如果让你自己去写一个d.ts文件 该怎么去写 那现在呢 大家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回过来 我们继续写我们的代码 在这里 我把constructor去掉 那我创建一个crawler 爬虫的时候 第一步我要去写 它要去获取URL对应的HML的内容 所以我可以写一个方法 叫做getrawhtml 让它去获取 最原始的HML的内容 那么为了存储这种HML的内容 我可以定一个private 叫rawhtml 我说直接让它等一个空字不串 就可以了 我来定义getrawhtml这个方法 下面我写一个方法 叫做getrawhtml 保存 这个方法里面 我调用superagent 让它去获取动向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安装好了刚才的那个翻译文件 它真正的名字叫做 类型定义文件之后 在这块superagent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它就可以提示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调用它的get方法 去发送一个get请求 请求哪个地址呢 请求url这个地址就可以了 它有一个then方法 也就是它是一个promise返回值 那其实我可以在这里加一个async 然后我在这儿 const result等于一个 什么呀 await superagent.geturl 当然这里要写this.url 犯了刚才一样的错误 对不对 我把鼠标放到result上面 大家可以看 它现在提示我 result的类型推断出是一个 superagent.response这样的类型 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类型是什么样子 我点击superagent 大家可以点f12 或者在mac下面按住command键 然后点击一下刚才弹出的那一块 就可以看到这个superagent 它的类型声明文件 或者类型定义文件里面的所有内容 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去找 它刚才提示的这个东西 它提示result是一个response类型 我们去看一下superagent里面 response类型长什么样 我们找一下这个response 一样按住command 点击这个链接 或者在windows上 大家直接点f12就可以跳过去 interface response 它会返回的内容在这一眼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会返回body 往下翻 它还会返回text tap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 那我感觉呢 返回的内容不在这个body里面 就可能在test里面 我们可以先试一下test吧 我们console.log一下 result.text 保存 清下屏 运行npm run dv 它会报这样的一个错误 那这个错误呢 实际上不太容易定位啊 它是因为superagent 没有对这种URL 这种里面存在的一些tab 或者空格啊 做这种替换导致呢 出现了这个问题 解决的方式也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东西 写到一行上面就行了 因为如果你分行的话 它确实会有这个问题 很奇怪啊 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行上面 再保存 再保存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试一下 清下屏 npm run dv 大家看 它就可以把这些HML都打印出来 那其实这个HML 就是我下一个阶段 要使用的HML 我呢 把它存到rawHML里面 就可以了 this.rrawHML 等于result.txt 保存 行 那这节课呢 我们把代码写到这里就可以了 实际上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从远程的这个地址上 获取HML的内容 然后把它存取到rawHML这里 那过程里面 我们用到了tapscript里面 d.ts这样的翻译文件 一般翻译文件都怎么安装呢 都通过attaps这样的地址上 对应的superagent这样的npm包进行安装 比如说啊 我想安装一个其他的包 那你其实一般都会在attaps这个命名空间里面去找 大家呢 如果想找其他的包 可以到我之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网址上 叫做 我们后退 npm.com里面的搜索这块的地方 去搜索attaps 你会找到非常多的这种相应的翻译文件 用到什么 直接过来找一下 如果有 直接安装就可以 那今天的所有课程就这么多 大家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